不讀你就要等明年再讀一次了 我告诉自己说 这是真的不能再闹了 你说我吃烤没有烤好我就重讀 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去到哪里 学测第一天的第一颗 考完之后我就知道我发错卡了 所以当下就是没有选择 我也只能选择吃烤 有那个面团是一阶放榜过后 我就上一阶 保底 我也 不太就是感觉不贵 朋友们好像都上给科学校 就觉得一定要冲下来 因为就是你只有上一阶 然后那阶就是你最后就走那一阶 就觉得你应该再给多一阶 我一考完学生就决定考自考 这学生不是可以填六个科系 然后一科系一百块 我省了六百块 但我决定考自考的时候就已经是 同时决定说 我自考没有考好 我就重考 所以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 你只考有可能没有考好 那你要怎么办 应届是因为我 应届学生有考在台大公盘 但是我自己不太喜欢数学跟物理 因为我觉得我要走三类的科系那种 就需要用到数学跟物理的 所以呢 我才考自考 我说最近考自考 大概考完第一天数学的时候吧 你们先回去做好你的弱点分析 看一下你现在学的这个分数 你到底能上怎么样学校 那知道之后呢 你再去查 这些校系在以往 历年 只考的成绩 大概是会需要到达 怎样分数才能上 我那时候我就有去查嘛 我那时候考五十六几分 然后我就有去填了一些台大 因为我是三类主 所以我就填了一些台大的三类 我好像是可以 考的比那些分数还会更好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到时候 只考再差也不会比学生好差 所以我就觉得 要考自考 关于进度安排的部分 就是由大方向到小方向 例如说我会想说 我这个月想要完成什么样事情 例如说 我想要完成北模 第一次模考的范围 我就会再把它细分成 那我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 我可能要完成 什么样进度内容 第二个礼拜完成 什么样进度内容 因为准备分科的时间很长嘛 所以可能有时候你就会真的 遇到很不想要读书 或者是已经下学之后 在学习计划上面要有点弹性 大概就三四月开始写分科的讲义 然后五六月我会写 只考国考跟历界 然后还有一些就其他讲义 最后那几个礼拜 就不会再刷题 我会去翻之前做过题 最后几个礼拜就不要再做新的题目 不然会挫折 我那时候有时候写到一些 就直接去翻之前错过题目 还有自己做的重点就好了 我那时候是写题目嘛 写第一次 然后第一次错的会做吉他 然后所以下一次就直接从错的开始刷 然后后面也是这样刷错的 不要怎么判断你已经复习完 就是你可以教人 就是你不只是知道说 总共有哪些东西 你知道这个单元可以有什么题目 然后可以跟哪些单元链接 可以出什么题目 还有所有的公司重点 都可以统整出来 你可以做到这一部件上就是复习完 你可以给自己的读书的place 就是你只要进到那个空间 或是房间 或是在那张桌子上 你就只能读书 然后你只要一想要睡觉或滑手机 你一定要离开这里 就你 就算你只是去其他桌子上 说你也可以 这样会让你 只要在那张桌子上 就特别容易专注 那个化学跟物理的话 写力界超有效的 啊生物的话就是一直刷课根 我重考的时候 我课本大概读了六期词 最后考出来就是全博第一 好像二十九年吗 对 还要睡一下 还要睡一下 哈哈哈 因为那个时候牙医師要考 考那个素描跟那个调科 然后我觉得那个超好玩 然后那个PBL那些人 就模拟面子那些 就是跟别人聊天 啊然后我就一直去 哈哈哈 然后就把那个平常的课题都荒废了 然后到放榜的时候 五月才开始读书 后面的时候超创 准备二阶的话呢 你就会被那个准备二阶的那个气氛 全部吸进去 个程跟分科的比重 我一天大概会放三比四十 就可能说一天后要两个小时 做背身准备面试 然后其他时间 只大部分人都在读书 是这样子 是不是觉得就是搞认真听 然后跟上学校的进度 然后其他时间在复习 教育为主 进度的话 我那个时候是先以进度为主 然后因为复习的话 其实因为才刚考完学测 所以其实还蛮熟悉的 二月到四月的时候 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 在完全完整的复习上面 就是先以预习为主 可能大概从四月开始 四五月开始 才会是完全进入到复习的状态 我在五月时候开始写历届题 因为我会觉得说 我想要先知道大考中心的出题方向 所以我就会先 我就先写了可能 九十九年到一百零四年的 第一届指考题方向 对不对 那就是大概知道 考试的出题方向之后 我才会一边参加的模考 然后再一边参加的复习 但是在那之前的三十月 因为就跟我刚才有讲到 我会很觉得 我这个月我想要完成 第一次模考的复习规划 那我复习完这些进度之后 我就会去写 北墨第一次的模考 那就是一段时间之后 我会去检验一下 我这段时间的复习成果 写历届 有一本叫做那个 九叉真金 叉音真金 我都没有写过那个 那个你写完之后 就是你的化学基本上就很厉害 物理的话我也 就是我都 我物理化学都很不可以历届 因为其实有会发现他提醒其实都差不多 嗯 物理化比较重复 什么时候开始写模考跟历届 我自己超晚的 我是剩三个礼拜的时候开始写模考 然后最后一个礼拜写历届 最后大概一个半礼拜写历届 我觉得历届真的会差 就是会给你很大的信心 但是要 就是不能太觉得自己很强 因为我那时候历届平均是 国英数物化是94 那后来考出来是89 但那次是因为初选难 可是差不多都会差个三四分 因为历届的题目 其实你们高中三年 一定课本都写过 或是什么 他的变形题都会遇到 所以就是指考真正遇到的题目 不会是你看过的 我准备学测就是以准备指考的 那个心态去做准备 就我会觉得我学测考察 没关系我还有一些机会 我觉得挫败感这真的是 没什么 我不能说没什么 就是你会挫败 但是如果你因为 你用这个来当 你不好好的读词 不好的借口的话 那你抗压性 就是这么烂 你还是不要上大学吧 我是说真的 就是大学 你只要是上一些恶类 我先说恶类 那你一定压力是比高中大 真的没有老师说 大学比较轻松 如果你真的 你开始认真在读书的时候 就你真正专注在读书的时候 你也不会想说 你学测考试过来 对 我觉得分数就是给你一个选择权 就是你先不要想 你要 你要去之后可能会 没有上会很惨 就是从好办会很惨 你就先把自己分数冲高 让你想要选择权力 那些就是失败的时候 没有再站起来的 是因为 他们觉得自己失败的时候 就不能再站起来 而不是因为他们失败了这件事情 导致后面的事 每天早上都要一直 其实醒来的时候 就会提醒到自己 或是你就会 马上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你的不该和理想在哪里 然后 要相信自己是 有 能力去到哪里 有一件心理学小知识 我觉得可以分享 心理学 对 Hello 自信 跟焦虑 其实就是一个需要取舍的东西 因为 有的时候 你太过自信的话 反而就不会督促自己 但是如果太过自焦虑的话 就会像我学车的时候 那样 就是你太觉得说 我一定要把梅晶晶 做到最好 然后 一有点差错就克得自己 然后反而也会 觉得过由不及都不好 其实他那个 然后在心理学上面 这个东西就叫 Your case law 就是 简单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中庸之道 就是要找到一个 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点 嗯 那就是不要让自己 太过的紧张 但是反过来讲 其实现在很多人 都会讲说 考试不要太紧张 但我觉得这句话 也不完全正确 因为有适当的一点 焦虑跟紧张 比方说像是 你一直有 独促自己 某些信念上面 去独促自己 那这些信念 跟一些 对于 考试 对于 梦想的一些热情 其实也是 可以让我们 把书念更好的 一个要素 这样 我这一次我在media上一发 就写过一些 考试相关的东西 我在那边 我在那边有写到 就是 人家很有知情 但是你同时 紧张感会让你表现更好 嗯 但是那些紧张感 又是控制说 你要针对什么样的东西 紧张 尽量让那个 焦虑感 跟紧张感 它是带有点正向情绪的 而不是完全的负向的 就是说 我是因为学色考的不好 我才坐在这里 然后我是因为 过去三年不努力 我才坐在这里 正常说 我是因为 真的是追求我的梦想 我才持续多努力 这段时间 第一个一定是做喜挑好 然后 就是 其实我觉得吃东西有差 就是你不要一直吃一间垃圾屎 让你的脑袋会一直 就是想 可能一读说想睡觉 或是 一直想爬手机 嗯 然后早睡早起 不一定要早啦 但是你一定要有个固定 做喜时间 最好是 可以让你指考 不要睡过头的 做喜时间 我把所有 手机的 应用程式都删掉 就只剩下 Google Chrome 跟 字典 就这样 就是用手机 它会 打断你的那个整个 频率 就是你读书的频率 对 所以你要 你要重新再抓回那个 认真的感觉 嗯 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我会 关掉所有的 就是能够让自己来的东西 什么社群平台 游戏啊 就那些有的没的 我就会先 把它散掉 嗯 然后就告诉自己 说 这是真的不能再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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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能再闹的 我觉得同财力量蛮重要的 嗯 就是当你开学之后 然后看到大家 其他要自考的人 开始念书 然后这个时候 就会觉得说 呃 大家一起 应该一起努力了 我是从 开学的前 大概 三天 四天 我就开始慢慢的 去 把书本拿回来 开始读书 就我觉得 这是一个 循序渐进 当然不可能 逼迫自己刚开学的时候 就马上进入到 那个冲刺棋嘛 嗯 所以我就是慢慢的 把感觉给抓回来 我可能 今天读多少 那明天 再多读一点 嗯 然后慢慢去找回 那个读书的感觉 要想一天是什么 最后机会 哦 是要想就是最后 可是最后机会 你再不读 你就要等明年再读一次了 那时候看到还心 就上了同学 其实真的是觉得他们 超爽的 对对对对 但是你也要记得说 嗯 因为他们读前面两年半 都非常非常努力 嗯 在维持在那个成绩 嗯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跟一些 准备个人盛行的同学 聊天的时候 我才发现哦 其实他也要念我指考 也要念我东西 所以他并没有给我来的 轻松多少 因为他准备二阶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都都是在念这些东西 甚至他念的比我更多更难 而且还比我更快 嗯 所以其实 多跟他接触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一来是说心理比较平衡一点 二来也是说 他们走不同的路线 然后其实也有不同的辛苦 你可以换个方式去想 你就可以去想说 啊反正他们那么努力 准备了背神 然后准备了面试 啊可能到最后 教授不喜欢你 啊你之后还是变成了你 你就落榜 你就背去嘛 啊所以 他们要面对的压力 其实也很大 因为他们的不确定性 其实也蛮高的 而且没有退路 嗯 啊相对来说 你从头到尾 你只要找一件事情 就是堵出 你只要把堵出这件事情做好 那其实 你要担心也就只有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 他们要担心的事情 可能反而还比你更多 对 觉得不平衡 你就把 就是看得到朋友的东西都关掉啊 你可能就请假在家 就看你怎样 你如果他朋友会觉得烦 你就看你怎样 怎么看不到朋友 就去哪里啊 嗯 你自己的目标 放得收招的同事还要高的时候 你就 你不太会被那些 就不太会被同学 已经学车上的影响 那时候就是 有时候会被 被同学讲一下说 哦我就是不 我就没有考试好啊 你考试好有点可怜哦 嗯 然后但我当然说 就是如果面对到这种 言论或是评语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用这种形态就是 如果还有更大的机会 可以考试一个 嗯 嗯 对 我就觉得 啊我学生怎么可以 考得这么烂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只考至少要 翻回一层的感觉吧 因为那时候 大家都有大学 个人的人都有大学 然后你就觉得 好像考得很不错 这你就觉得 怎么都考得很不错 你不想就是 跟你的朋友分太远 就是不管是程度上 或是旧上 所以就是 其中一个都 我就想想 未来的大学生 就是自己理想的大学生是怎样 我觉得这样就 很有特别 我讲我在重考班的时候 的意思 我进去的时候 就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就是觉得 啊我那个时候啊 都是他三分的嘛 就是说 啊我重考的话 一定是什么台大洋名 所以是怕被笑 怕最后被上被笑 这其中一个 然后想 你考上好大学是为了什么 就是 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原因 而不是 大家社会 这样觉得 考上好大学 如人生生理事 没有 你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要找到你 比较更远之后的目标 不只是放在大学 就是你的目标一定不会 人生目标 你不会是考上台大 因为我不是只花22岁 你有自己的目标 你会更开心吗 你会更有动力 我记得我在考指考前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那时候就对心理学啊 然后这种临床 临床心理这一块你有兴趣 所以我那时候就去找了很多 考试焦虑要怎么样处理的一些研究 研究来看 然后我就想到 以后如果真的可以 顺利考上心理系的话 那我未来就可以过上下的生活 就是可以看到 面对看一些这种有趣的研究 找一些幼婴来刺激自己吧 你可以亲自走到那个学校去看 那个氛围的感觉 你会更确定说 你真的想要来这边上课 你会想要在这边度过四年 或是五年 对 你对大学的想象 还有点模糊的时候 那我最近你就真的是走一趟校园 因为可以去走很多学校看看 就是比较一下 搞不好你就更知道你想要去哪里 你一有那个焦虑就赶快读 你一有那个焦虑就赶快读 就想说 你就是做到这些白焦虑 不一定会扛个扛 你是不是花焦虑的时间去读点书 要想的是 我还要做什么才可以达到目标 尽量是去看 就是你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 而不是就是单纯的 就是受到那个情绪的刺激而已 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 不然的话心态会 对 很难调整 读不下去的话 就不要 因为你可能读一下 你想看一下手机 那不如你把 你就把它休息完 然后等你真的想读的时候再回来 时间长短并不是那么的 就是不是那么绝对 所以主要是你念出的效率 对 念出的效率 所以你在那个时间内 多了多少 就是细织的多少 然后洗之后就是先去运动一下 因为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增加大脑里面 就是让你快乐的一些神灵传导速啊 然后让你大脑会感觉比较好一点 蛮推荐去看东大特训班 嗯 还有二月的绳子 我算是小学考 我都能把 对 我觉得去看一些这些剧情 就它会让你真的非常的斗志 然后 在看影片的同时也是比较放松的 就是放松 然后从前你就可以记忆自己 我个人想要是不要太悲观的 就有时候自然情绪会影响到 对 对 除非你是那种 你学校上了之后 你就非常的规划 要做什么事情干嘛 不然你也只是在玩而已啊 对 就是那种玩 你要玩可以等到暑假再去玩 那指考的话 它其实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指考它考的内容 其实就很多是大英的基础课程 所以我是两个层次在准备大学 就是我是为了考大学而准备念这些东西 另一方面我也是为了大学的课程内容 我先准备那些东西 对 帮助你不要辣掉太多 或是一进到大学之后 非常不适应 对 对对对 特别是像是 如果你进大学是要念二三类组的话 会大一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的 可能像普务普画 然后微积分这样的课程 那些都是我以前在分科测验的阶段要考的 不要把所有的重心全部放在说 我要考一个指考这样子 这样人生的那个事业就变现实了 对 像考到一天大学是 可能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大的目标 但是它并不是人生的全部 对对 就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毅力 可能胜不过这个指考 但是有的时候 人的心态是会变的 有的时候你当然是突然发现说 我真的很想要上广泉大学 即便你过去是一个没有什么毅力的人 过去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画很多些念书 然后读书里面是取得很高的成就 但在那个时候确定这一步 就是我真的要考上那一个科系 那那个时候你能够展现出来的能力 是你自己都还不知道 对对对 这个毅力是有什么被激发出来的 对对对对 现在不是说什么 这个人自不自理吗 当然这个事情一定会有一点影响 但是我觉得你要 假设你在读书上面的话 你不是那么自己的人 那你就要想办法 把你的环境整理干净 把环境驱使你在那个状态下 去评估一下自己的 这个自己的特质啊 适合什么 然后适合什么管道 就是多月入学的中指 对对对对 多月入学并不是要你每个管道去试一次 而是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管道 对他希望找到不一样的人 并不是一定要说 就一定要去跟人家争 那个学策就上 那个头鞋 对对对 安排给学策的名额也 并不是可以涵盖这些 所有想要学策就上的人 对以台大来讲的话 只考的名额还是偏多的 其实是偏满 真的蛮多的 四月底还五月初吧 我觉得很清楚是一百六的时候 就突然接到电话说 我妈出车祸 还蛮严重的 就被送到交给你吧这样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个时候他 他知道我会去租书馆租书 所以他每天都会 帮我准备一盒水果 我可以带去 然后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吃 然后我又记得那时候 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 就是很难过 那边边吃水果 然后边在租书馆外面哭 都哭了一天吧 那天晚上我爸去载我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让我还很印象深刻 然后也很感动的话 就是他说 我就专心租书 那爸妈事情 他会全部家里好照顾好 然后我不用担心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就是 因为那一句话 所以让我还蛮有力量 所以其实 我没有 我没有沉沦很久 大概两三天吧 我又回到了 缘分读书的感規上面 然后很幸运的是 我妈后来开刀 恢复的状况也很错 所以最后的结果也蛮好的 如果你也是遇到这种 很 家里出状况之类的 凡事 你还看不懂 就是要好好地坚强持续下去 我那时候 不是边吃水果边哭吗 然后我还边在 限动就是自由发说 我一定要 让我妈看到 我考商业学习的这样子 哦哇 超力气 对啊 反正 心态要稳住 要坚强一点 对 因为他是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各身上 各身上 我这个系 然后啊 我们同班 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熟 欸这个朋友 根本不熟 然后我就想说 欸不行 我也很想上这个系 所以我毕业那天 就会找到握手 然后就上 然后就上 你 what is this 同一个系 同一个系 现在变好熟 好熟 老熟 老熟了 那时候有找一个 乳习班把自己关起来 那时候 第一天之后 发现 有几个帅哥 所以就增加我去乳习班的动静 我帮我指考从事吧 但是 我去那边就 都在睡觉 超惭愧 他其实管很严 他是 你早上 好像七点半还发现 你一定要进去 如果你不进去 你就不能进去 你就要 你就考不到他的成考 每天的周考 然后考 你就会发现我访单 每个礼拜都是零分零分 我早上没有再早上进去过 然后之后进去是 你只要睡觉 然后老师就 他们规定是 15分钟就会把你叫起来 成功的经验 复制了 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 失败的经验 复制一定会失败 所以 失败的经验 比成功的经验 还要更有价值 所以大家 不要模仿我这样 啊 我那个时候 就真的没有很认真 准备面试 然后 去北亚面试的时候 也那个 吊啷 不要学 就是有点想要讲干话那种感觉 那教授就问我说 那个 诶 同学 你除了那个 牙医系本科的课程以外 你还想要修什么 其他北亚有开的课 然后我那个时候 就是 脑袋瞬间 就是如果他问我说 我还想要学什么课的话 我一定能讲出来 但他的关键字是什么 北亚有开的 哇 哇 这个题就难了 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是吧 啊然后我就想到 啊我朋友有po一篇很废的线动 他那个 线动的那个 内容就是他修了一堂很废的课 还叫做城市设计 啊 啊我也只知道这堂课 啊其实我那个时候也觉得这堂课很有趣 所以我就讲出来了 啊其实 会讲出这个来 这个出来的原因呢 有好几个 就是 就是我小时候呢 想要当那个 室内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 对 啊长大之后 就从 从考之前 是考上台大的土木啊 啊我其实也觉得 土木不错 只是因为我不太喜欢数学 所以 我就决定重考这样 数学中 所以我决定重考 欸听到这边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啊那个 城市设计 跟什么 室内设计啊 土木有什么关系 啊 他那个时候教授也是这样觉得 他是先问说 你学的那个城市设计对未来之后 当牙医友 有什么帮助 然后我说 靠腰 有什么帮助 我怎么知道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哦 就可能那个 我以后诊所 可以开的 比较漂亮 就融入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 哈哈哈 所以他就问 问我一个问 你要想 那你 你问 你说的是那个 CT Design 还是 Program Design 哈哈哈 然后放榜的时候 我就开始滑手机 然后在滑滑滑滑滑滑 欸 怎么滑到很后面 才看到我的名字 那大概有 我不知道几页 反正超多页的 因为那个时候北牙面很多 那就滑滑滑滑滑滑滑 超多页的 然后才发现自己的笔子 然后就 超油好笑 好蛋啦 你再不读 你就要等明年再读一次了 欸对 对明年再读一次很难 对 很难 哈哈哈 大概 很喜欢牙医 所以我很喜欢牙柱 很喜欢牙柱 哈哈哈 都有 但是他还没有牙柱啊 都有 改变人改变人 接受不能改变人 感应这么丰臃 没错 嗯 嗯